大家早 在昨天是一個悶熱的天氣 不過昨天的Sepaho的量來說偏少 但今天Sepaho要變多了 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要開始減弱了 早上的六點鐘 你會感覺是一個舒服的天氣 不管你是出門務農 或者出去遊玩的朋友 一早騎車走路都還蠻舒服的 但到了八點以後開始 你要注意防曬 因為各地的紫外線 在今天白天都明顯偏強 但是到了上午的十一點鐘 是悶熱的感覺變得明顯 因為在太陽照射之下 溫度狀況在三十五度的高溫 戶外活動記得多喝水 下午還是要注意Sepaho 今天變更多了 因為最重要高壓的勢力減弱 山區都會有霧的狀況 但在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南部的朋友還會注意到 早晚有地形性的短暫雨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 太平洋高壓退縮了 它會到日本東方的海面上 那當高壓退了之後 我們的風向開始漸漸的昨天的東南風 今天開始由南風轉為偏西南風的時候 在海面上的一些水氣 帶進臺灣上空 再加上地形的作用之下 你可以注意臺灣南部地形跟整個風場 是純垂直 你看南邊的水氣拉進來之後 使得在南部地區 早晚就有些地形的短暫雨出現 那午後震雨從北到南 尤其是西半部地區 都還是比較偏多 接著來看看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今天晚上高壓勢力的退縮 北方的封面帶也逐漸的往東的方向在移動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在未來的三天 我後震雨都會明顯 不過等到了禮拜六開始 高氣壓勢力開始往西伸展 到了禮拜天禮拜一之後 高壓再伸展過來 我們的災巴後就會變少了 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中午的溫度 仍然是屬於悶而熱 南部在早晚的時候 都有點地形的短暫雨 但因為雲層多南部的高溫 有沒有注意到反而下降 東半部地區主要在山區部分 有午後震雨 歪島地區是天氣晴朗 中午的溫度偏高 小丁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中午的天氣悶熱之下 你如果在戶外活動的朋友 記得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還有下午的午後震雨 開始要變多了 在山區部分會有濃霧的現象 山區活動的朋友能見度差 要特別注意 而在平地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 山區午後震雨發展的時候 下游的溪水都有暴漲的狀況 如果在下午的時候 下著Sappahho的時候 在溪邊遊玩 溪水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